My life 一直在等待 空荡的口袋 想在里面放一份奶 Why 总是被打败 真的好无奈 其实我实实在在 不管帅不帅 想要找回来 想要找回来 自己的节拍 所以这一次 我要勇敢大声说出来 期待你早已发现我的爱 好几个我 好越紧越明白 不要走开 幸福的开始 都是放手去爱 想要找回来 自己的节拍 所以这一次 我要勇敢大声说出来 期待 期待你发现我的爱 无所不在 我自然的安排 你的存在 你的存在 心灵的 你的方向 我一眼就看出来 是因为爱 我在 你早已发现我的爱 好几个我 好越紧越明白 不要走开 幸福的开始 就是放手去爱 幸福的开始 就是放手去爱 幸福的开始 我觉得这个效果 还是要比这个投入 好 好 好好想清楚啊 小楠 没事吧 她是不是又欺负你了 她让我做她助理 让你做她助理 为什么 巨星叵测 一定巨星叵测 也没什么了 反正 你跟着方思 面前不需要 小楠 说不定 这对你来说是一个挑战呢 过了这一关 你以后就不用怕她了 嗯 对不对 这一关 李唐 两个星期之后 可是要进行 翠三二期的设计师选拔了 到时候的评委有 富昌集团总裁以及市场总监 还有通灵珠宝的沈总 施力集团的总裁 还有设计师协会的李氏 还有时尚风采的评论人 都有谁三三 堂皇方面呢 有欧威亚 富方斯和陆佳新 外面的设计师有 韩山 庄华栋 还有张池 张池 他现在在做自由设计师 他的品牌池张 一上市就断货这么红的人 李唐居然可以让他参加比赛 是啊 现在堂皇的璀璨二期 可真的是未出先热 各大杂志头感头笑 全是这连学生费都省了 通灵的股票现在因为堂皇 已经被炒到历史最高了 沈东时已经把花放出来了 要全力支持堂皇的璀璨 而且李唐这么做 以后不会有任何人 再说他因为乔瑞斯而碰皇 服方斯 他特地去找张池 目的就是要让方斯一炮而胡 不过张池纵从时尚圈这么多年 很多人都认为他是天才 想让富方斯赢他 根本不可能 赢了最好 输了也并不丢脸 反正对方斯没坏处 也是啊 这输了属于正常 赢了的话那可不得了了 方斯一夜爆红 这李唐果然厉害啊 看来他之前放话出去 说不需要代理 也并非完全是计划 李唐还真有两把刷子 不过我找去的设计师 也是有多年的经验的 方斯想进钱三家 也没那么容易 是赢还是输都不关我的事了 反正我能帮他的已经做了 可是李唐也要求你做评审了 你不去不太好吧 他不过是走个过场 这都看不出来吗 我之前当众夸过方斯 现在又是璀璨的推手 更要避嫌 他想堂堂正正地捧红方斯 也正是我希望的 所以我这次不会去 你替我去吧 顺便帮我投一票 你笑什么 之前方斯那么高兴去买海鲜 就应该是知道了 李唐这个决定 这样乔瑞斯旗下的奢侈品牌 你能请多少人回来 就全部请回来 一起参加谈簧的盛典 我要让方斯 以最快的速度 在顶级设计却力窜红 这也是我欠他的 你比他还有信心 我告诉你 这要输了的话 丢人可是丢到家了 我真想把你嘴巴缝起来 附小姐 我姓陈 是李承瑞先生的高级秘书 我和李先生好像没什么可说的 李先生想见的人是一定会见到的 我想你也不希望总被打扰吧 嗯 做得不错 有了小奈 我们基本上已经成功一大半了呀 这两天把人盯紧了 别冲什么岔子 啊 哎 小南姐 你怎么才回来 我刚才说不放心 你想去接你去呢 我一个大活人 我怎么好不相信 你不知道 尹总刚才派助理过来了 干什么 当然是好事了 你看 这个 乔瑞斯啊 就是大公司 真是不一般 这NSH 可是世界顶级设施品牌 要是能为她代言 那就证明小南姐 哎 哎 小南姐 小南姐 天 statute Gesetz Joseph 你别急 我跟你说 我们到底谁 许可 许可 董事长 傅小姐来了 你应该很清楚啊 我为什么要见你 李堂雇佣谁跟谁来我 和你在哪里工作 都是你们的自由 但究竟要谁进入李家成为女主人 却不是李堂一个人可以决定的 我想李先生您是多虑了 那么多人哪 只有你兜兜转转地又去了李堂的工资 五年前你住在反对 我奉劝你 现在也不要做给自己惹麻烦的事情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什么要高攀好吗 你清楚这一点就好 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告辞了 董事长 其实杂志也不过是乱写写 李堂现在和湘南仍然是未婚夫妻的关系 李堂自从认识傅方司以后 就再也不听我的话了 他想玩就玩吧 我也只是防患于未然 我要让傅方司知道 他这辈子也别想进李家的门 也要让他清楚 他如果继续在李堂身边兜兜转转 那只是浪费时间 是 我已经让公关去联系杂志社了 尽快达成协议 不要什么协议 我要让他们关门 好 那我知道了 可是 程小姐那边 没用的东西 还以为她可以拴得住李堂 我放弃了福卡国际的孙女 选择承江南 看来呢 也是走了一步废棋啊 随她去吧 只要她不惹出让李家难堪的事 至于李堂愿不愿意跟她结婚 我都无所谓 以她的身家 也根本不配做李家的媳妇 是 李堂啊 你是不是早就忘了你还有一个父亲 伯父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如果你愿意和她一起去也行 之前听说学校推荐你留学 你拒绝了 如果你改变主意的话 那奉用我来处 但是我爸爸现在病重 我真的不能离开她 只要你好好陪着她 我给你爸爸请最好的医生 当然医药费也是由我来扯她 对不起啊 我真的不能那么做 你不去 李堂就要留下来陪着你了 伯父 我和李堂 我们俩是认真的 这我相信 但是人生不是只有爱情 李堂必须要继承我的事业 这是她一出生就开始决定的 婚姻也势必要成为她事业的辅助 简单来说 婚姻和爱情那是可以分开的 你将来会懂的 你怎么能那么说呢 您怎么能那么说呢 您是个聪明的孩子 我对你个人没有什么意见 所以当初你们俩在学校的时候 我也没有阻止 不过现在你们毕业了 就该对人生有新的计划 你做了选择 执意要留在国内 也就是说你放弃了李堂 所以 我也只好做出我自己的选择 伯父 伯父 李堂有他自己的人生 就算你不愿意我们俩在一起 但是你也不能签做决定了伯父 一点都没变 时间虽然很强大 但是李堂的爸爸 比时间更强大 比时间更强大 你这首相啊 是命犯桃花啊 而且啊 好像最近就要出现了这个真命天子 又给人看相了 又是命犯桃花啊 走 走 我做了一杯特别的给你喝 来 试试看 为什么是特别的 是有什么要庆祝的事吗 的确要庆祝一下 对 我差点忘了 我刚刚在巡店的时候 买了这个送给你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庆祝 你不就是要庆祝 可以成功地把我赶到国外了吗 你之前不是很想和SSH合作吗 现在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 为什么你还是不开心啊 以前是以前嘛 以前我是担心你和李堂之间的问题啊 那现在李堂一个人却都顶下来了 我为什么要走啊 虽然他现在顶下来 但是总有一天 你们要公开分手的消息 到时候我怕受伤的还是你 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 你也不必再和李堂演下去了 我不管 我不要什么好机会 我不去 还有 这都什么年代了 新鲜图案很土的 这是目前的业绩成长 从目前业绩来看 通灵珠宝的加盟商 从第一年开始赚钱 每年以百分之十五的利润增加 所以说加盟通灵肯定是一项 只赚不赔的选择了 这就是通灵珠宝成功的原因之一 唐皇如果现在考虑开放加盟的话 我强烈建议 你们参照通灵珠宝的 连锁加盟模式 历人历己 现在你们有了设计师的选拔赛 在名气上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影响 这个时候 正是招商的最佳时机 不早了 你们先下班吧 大家辛苦了 谢谢啊 怎么样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目前没有 想说大罗是副总 我还是回去跟他说一下 好吧 时间不早了 我们一块去吃点东西吧 我先回公司去看一下 现在都这个时间了 还有人吗 公开选拔的消息出来 今天晚上肯定有人要加班 我去看一下 下次给你约 又在这里 你看到那边 各位晚上肯定的人 如果不要的话 又显得腰心太长了 你这谈话又好心啊 你这谈话又好心啊 来了 不臭啊 这是猪猪的地方吗 要不是看你平常那么卖力工的 我才懒得力 来了 小姐 您的外卖 我没点啊 您是福房福小姐吗 是我 那就没错了 是您的 这些多少钱 这是挂的 您不用付钱的 您这要做 谁啊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您这要做好吗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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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我的手 不顾一切对我挽留 我一个人要怎么走 怎没有你的路口 孤单时候 谁在身后 幸福相左 还是相拥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你是否为我放弃所有 然后幸福快乐 一起颤抖召唤 幸福啊 我可以忘记了所有 但只要记住你的双目 记得你的右手 出来 那种温柔是因为我知道 小奈 张欣 你还是哪个神经病啊 出来 笨蛋 你找不到我 要是把这个鸭花 换成琉璃珠脸 会不会好一点 可是仓库在楼上啊 算了吧 还是先画没的图吧 还是想错 还是相拥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你是否为我放弃所有 然后幸福 然后幸福快乐 一起颤抖交换 温柔 我可以忘记了所有 但只要记住 但只要记住你的双目 记得你的右手 那种温柔 是因为我 是因为我 直到永久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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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天啊 没事吧 是你啊 你 喂 我 我什么 底上都是桌子你想甩死啊 我幫妳撿珠子 小心 假如 假如 我是說假如可以 算是有一點 我會不會沒人討厭 小心 別叫 痛 我看你只能講 怎麼回答我剛剛的問題啊 你別亂動 別動 你幹嗎 你還想再來一次啊 龍烈 我 我先回家了 浮放司 你到底在想什麼呀 過去的早就過去了 也好人 你居然找這麼幾隻三角貓來敷衍我 這全是那些設計師畫的 嗯 其實放在平時 也算是優秀的啦 但是跟姓傅的比起來 還是差了點 現在除了李總找的張馳之外 傅方思 怎麼也算是個第二名 那原來幫妳畫圖的那些呢 她們畫得也可以啊 還是那句話 放在平時 處處有餘 可是跟方思比起來 唉 不得不承認 她在這方面 還是有些天分的 你也挺有天分的 在長他人知識這方面 可是現在 咱們確實沒有能用的人啊 知名的設計師 也不可能幫我來做這種事情 原本以為 你親自找的人 應該實力都很強 可沒想到啊 既然連你都這麼說了 那看來我們只能走那一步了 任你搞得定嗎 沒問題 不過 以後要是萬一被揭發出來了 我不允許有那一天 好了 不走了 請回去吧 那三男姐 我先走了 天分 不走了 破方思 你什麼意思啊 為什麼導師問你的意見 你說我什麼什麼 沒有才華 你什麼意思啊 我只是說事實啊 留學的機會是你自己不要的 我現在好不容易有這個機會了 你幹嘛這麼毀我呀 那余安的成家沒我好呢 你的图是假的 我亲眼看到你在图书馆抄图 大姐 应付考试呀 那所有人都是这么做的 我不相信你没这么做过 我也不相信云烟没这么做过 就是应付这两个字 所以才害了你 云烟和你不一样 所以机会应该给她 就算再问我一拜次 我还是会推荐她 不放肆 你害我不能去留学 你会遭报应的你知道吗 你办的必经法就是应付 你要是再敢提我爸 我就不止打你了 随人不利己的事 只有你会干 随人不利己 傅芳四 你现在总算造报应了 天才 我不会让你好过我大天才 抱着你的图纸 一直到死好了 放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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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了没有啊 天天加班到半夜 难道你要跟工作结婚啊 我是说假如可以 省省一点 你会不会没那么讨厌 成熟一点 可能吗 可能吗 房思 房思 你好好地锁什么门啊 妈 我起来了 我现在就出来啊 快点 快点 嗯 爸 起 早 早 过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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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瞧瞧 你都快成国宝了 怎么这么大两个黑眼圈 最近太忙了 你哪天不忙了 今天还加班呢 一看到你这个眼神我就知道了 准备好事 又要去相亲啊 你妈我手上是有两个不错的对象 谁叫你忙嘛 我又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 没事 我先完成你的任务指标吧 你说什么 怎么了 你少来了 之前那两个啊 第一个 你坐着就跟坐牢似的 一点都不自在 第二个更好了 直接就跟判了死刑一样的 怎么了 今天脑袋瓜开窍了 我要是脑袋瓜再不开窍 要被你撬开了 我要尽快把自己嫁出去 这样才可以安心工作 反正啊 我不管什么原因 你嫁出去就好 我告诉你 那个头头 就这两个了 黑桃K和红桃J 这是什么代号啊 现在还留心这个了 一个红脸一个黑脸啊 妈 你怎么不把大小王爷介绍给我啊 这你就不懂了 这叫杀手剑 好的男人不行 好的男人都太夸心 你知不知道 这个黑桃K和红桃J的资料 你妈从哪儿来的 可是你妈跳了好几天的狗王场舞 活生生地从最选民族风 跳到我的小苹果 才弄来的 好好好 我现在就去找我的小苹果 你一会儿把她的名字和电话发给我吧 我先走了啊 嗯 嗯 我怎么 不习惯她听话的样子呢 我先走了 她什么时候来的 我早上来的时候 银总已经在了 不过 她的气压真是低倒我 行 知道 去吧 好 银总 这是几个品牌的计划 放这吧 做人嘛 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喽 你现在解决不了的事情 也不用着急 因为你明天也解决不了啊 我没事 那湘南 还想说什么 没事可以出去了吧 请问你是黑桃K吗 什么事 方思小姐 从我给你打电话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两分三十秒 我请你不要调整我的耐性 否则 不你 你ho 没关系 能够等待像方思小姐这样的大美女是我的荣幸 你可以叫我King 也可以叫我 earrings 意思是王一样的 男人 那King先生 你突然到公司来找我有什么急事吗 方思小姐是这样的 我的时间呢是很宝贵的 所以说呢 我能在百忙之中 抽出那么一点时间来陪你 你也不用感到受宠若惊 平常心就好 平常心 那就请你长话短说吧 是这样 我的条件呢 相信介绍人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但是方思小姐的具体情况 我还不是很了解 但全部都可以 你只需要追踪我 为我们制定的计划就好 我这个人呢 你知道吗 是一个比较懂得生活品质的人 所以结婚之后啊 我希望所有的家务都有你来做 像什么修理电灯泡啊 修理马桶之类的 还有一些利息货 我希望你可以把它们做得很好 还有 我还广东烟 我比较懂得如何持家 所以说呢 我希望结婚之后啊 你可以把你每个月的工资 都交到我这里来 花子小姐 说了这么多了 我相信 而且我真的相信 你一定被我的人格魅力所倾倒 我看你现在都不会说话了 不过没关系 下周二 我们去领证 怎么样 不是 你不要总看表好不好 我是在对牛弹琴吗 以我阿杰的人格魅力 追我的女孩都已经 爬到月球上去了 你这么不尊重我 你一定会后悔的 不好意思 我上面还有会 我先走了 不是 我下次再找你聊 不是 附小姐 我的意思是说吧 我 我们的婚事还可以在 不是 喂 哦 喂 哦 方思啊 我是班杰 班杰啊 有什么事吗 哦 嗯 我有个事想请你帮个忙 嗯 我知道这样不好 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找谁了 怎么了 浩然啊 这段时间又一直在工作 嗯 也没好好休息 这人啊 都快发霉了 再这么下去 我看他就快垮掉了 你也知道 他回国了没什么朋友 我劝他他都不听 所以我想请你帮帮忙 劝劝他 那你怎么不去找他女朋友啊 就是他那个女朋友 提起来我都来提 整天把浩然当出气筒 不会吧 哎呀 方思 算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我真的不知道该找谁帮忙了 嗯 好吧 我知道了 那我一会儿去找他 好啊 嘿 其实啊 我一直觉得你比他女朋友好多了 哈哈 你别告诉他是我让你找他的啊 我知道了 拜拜 您好 这里是Incarnet驾驶小秘书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东沙湖公园 好的 稍后将导航信息发到您的汽车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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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约我在这里见面啊 我做了几副草图 没什么信心就想让你帮我看看 我没听错吧 你居然没信心 这都是图纸啊 对啊 这是钓局中的劳斯莱斯 看看 还有这个 鱼饵添加剂 百分百上钓 而且只要九块八 前十名购买者还可以获得 马尔代夫好坏油 专业倒是挺专业的 就是没见谁钓过鱼 带这么多鱼干的 你看啊 这不够我就数量凑 我觉得我运行应该会不错的 我们就去见证一下奇迹吧 那好吧 那就 那就看看你的运气吧 我打我的手 见证奇迹的时刻 来 手放这儿 来 抬起来 好 这样一直握着吗 对 这样 别推我呀 看着浮标 怎么回事 没怎么回事 你看看 你勾住我了 我怎么会勾住你啊 向后 然后向前嘛 我是向后向前啊 好 再来 这样吗 对 又勾住着了 好像有鱼了 是不是很大一条啊 来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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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人 真的有鱼了这次 来慢慢来慢慢来啊 那不是很 放一点 放一点 放放放 对对对 来 再放 来 顺着鱼的劲儿 放一点先啊 好一点 对对对 好 好 好 走 走 站起来 站起来 站起来了 你干嘛呢 这么浅的水 你叫什么呢 鱼呢 这么浅的水 还叫那么大声干嘛 我又不知道 而且我又不会游泳 你不带这么拐着弯 瞬间个子来了 真是惊天大新闻啊 富方思竟然有弱点 这还是个致命的弱点嘛 你不带这么拐着弯 不过还要感谢大侠救命之恩 吃鲸吃鲸 这个弱点呢正好和我互补 我告诉你了 以前我可是游泳冠军啊 以后你可要长气象 有水在地方不要乱跑啊 有我在 没意外 靠你了 我决定 弃拳 你为什么弃拳啊 蛤 没吸药是不是啊 土纸对你来说 难道就真的那么重要吗 你根本不在乎 土纸是什么样的 你只在乎客户愿不愿意买单 当年是我亲手卖你的店 你不是很恨我吗 我只是维护我的朋友 如果你再着要对方思的话 不要怪我对你不客气 你非要知道原因吗 那我告诉你 我是故意弃拳的 不想比了 我走了很远才回我走 深处冰冷的寒流 再没有你牵我的手 不顾一切对我挽留 我一个人要怎么走 在没有你的路口 孤单时候 谁在身后 幸福相错 还是相拥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你是否为我放弃所有 然后幸福快乐 一起颤抖交换温柔 我可以忘记了所有 但只要记住你的双眸 记得你的右手 那种温柔是因为我 只要记住 直到永久 直到永久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你是否为我放弃所有 然后幸福快乐 一起颤抖交换温柔 我可以忘记了所有 但只要记住 但只要记住你的双眸 记得你的右手 那种温柔是因为我 知道永久 是因为我 制造永久 是因为我制造永久 是因为我制造永久